剛剛就立完春 即是說即將就是春暖花開之時 香港柱在亞月大地區 其實差不多一年十二個月都有花開 是差在我們有沒有留意呢 更何況香港這幾年都沒有冬天 一月的時候都可以熱到 穿著薄薄的長袖衣服就可以出街 真是搞得很亂 植物一樣都感受到 他們通常都是用日照的長短 來決定什麼時候開花 但是這麼暖的話又能感受到春天的來臨 所以開花的時間就更加推早了 而今集的主角就是初春的時候 就會搶先開花的頭碼木蘭 大家好我是Leo 在一月尾的時候我已經刺濫過軍程了 見到很多花花已經含包待放 心想等多個星期就應該可以見到盛放的木蘭 所以在這一天我去的時候 打算上花和食杏人路 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上個星期中竟然有個冷風殺到 推遲了木蘭開花的時間 所以這一天去到就是看到一朵花 還沒開了 木蘭 英文名麥諾尼亞 源自於紀念法國植物學家 Pierre Manuil 而明明 中文沒有找到有關的記載 但相信是因為它在樹上面 生出好像蘭花那麼大 這麼漂亮的花而取名於木蘭 木蘭那麼多人喜歡 都是因為它在初春的時候 會開出很漂亮很大堆的花 有白色又有粉紅色 還有紫色甚至是綠色和黃色 真是五眼綠色 不過後面那兩隻我自己都沒見過 除了好大堆之外 還好香 美麗的香味 而且它跟櫻花一樣 才開花後出業 開花的時候整棵樹都是粉紅色 有時開車經過都以為是櫻花 但其實木蘭花的花反大大塊 跟櫻花的質感完全不同 盛開的時候存在感很多 所以拍照打卡都很正 走到很近站到很遠又可以 用長鏡或者廣角鏡影 做方的景深都很容易拍得很漂亮 平時講開的木蘭 是木蘭科和木蘭屬裡面的植物 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有適應寒冷天氣的樂業品種 也有適應和暖氣候的常綠品種 有大樹也有比較矮小的灌木 通常都很容易拍的 看到大大堆放射性星形粉色系的花的樹 就是木蘭 它們主要生存在東南亞和東亞 但遠至整個北美和南美洲都有它們的蹤影 當然現在作為源流植物 世界各地都看到它們 因為木蘭相當易種 它對陽光和泥土的需求 一點都不可黑 每天只需要三個小時以上的陽光 那當然多些陽光 那些花又可以開得漂亮一點 而泥土只要不是太多黏土令到積水就沒什麼問題 會逢初春生花冧的時候就可以撕肥了 而開完花就可以修剪織枝條 令到樹形更加英俊 其實根本和放藥沒什麼分別 木蘭老年這麼大對花 當然是有它的原因 除了吸引那些凡夫族子 可以拍照之外 生物生存的意見 就是生存和繁衍 你以為那些小鳥都很喜歡整天唱歌嗎 其實它們在追求女兒 而木蘭老年這麼大對花 就是要吸引昆蟲 來幫它們傳播花粉 這些其實是普通的東西大家都知道 但有趣的是 木蘭主要都是吸引甲蟲 而不是蜜蜂 或者蝴蝶來幫它傳播花粉 有研究顯示 朵花大 白色 粉紅色 或者紫色 有升高的粒花氣 和平滑的紅銳底部 沒有花蜜 但是有花粉 開放放射色形狀的花 都是有吸引甲蟲的特質 而木蘭吸引甲蟲 就真的很適合一些 很怕飛飛 但是又很想種靚樹的人 最後 有些品種的木蘭 總可以食用 花粉可以醃製 或者作為調味料來用 而亂醃和花粒都可以食 但還是說一句 千萬不要胡亂到處吃 有什麼事就不好了 另外 有一種品種的木蘭 Magnonia officinalis 它的樹幹皮 筋皮和枝皮 都會作為中藥來入藥 中藥就叫後卜 頭部 尾虎大身 性溫 功效就有 醋濕燒痰 下氣除滿 即是用來燒痰下氣 也可以自焚亂 或者腹痛 漲滿 但是也不要亂吃 好了 今集就是這麼多 Subscribe 繼續看更多關於圓景植物 大自然的東西 有什麼想看都可以留言說聲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